嗨,大家好,这个视频算是一个科普类视频 一般来说,这类视频我都会尽量避免 因为这类视频其实挺难做的 我更喜欢做一些技巧或者工具教程的视频 但我看油管上好像没有什么人对这两者进行对比和学习 所以我来分享一下相关的知识 我只是按照我的了解 科普一些正确但是不全面的东西 毕竟首先要保证自己说的是对的 其实服务器的种类有很多 比如独立服务器,云主机,VPS,虚拟主机,云服务器 然后云服务器中根据不同的运营商又有不同的叫法 比如阿里的ECS,腾讯的CVM,百度的BCC 但他们都属于云服务器 但就我们平常使用 其实只要熟悉两种就可以了 一个是VPS 一个是虚拟主机 因为云服务器其实可以划分到VPS去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强调 VPS和云服务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但就我们使用其实感觉区别不大 所以我可以将云主机去掉 放到VPS这一栏了 现在还剩下这四个 然后云主机也可以去掉 它可以算是VPS的奇特体 一般来说作为个人用户 我们使用不到它 所以将它去掉 还剩下这三个 这里的独立服务器其实就是物理服务器 是一个物理机 就是我们经常在机房看到的那种 这种物理机一般人是用不到的 所以就剩下VPS和虚拟主机 首先不管是VPS还是虚拟主机 还是主机空间或者其他叫法 本质上就是一台电脑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电脑 而就我们平常使用电脑分为两部分 操作系统和服务器资源 操作系统很简单 比如我们大部分人使用的Windows系统 或者Binco电脑的MacOS 还有Linux 等等 服务器资源包含处理器 比如我们常说的i325 i7等等 内存 磁盘空间 网络 等等 这是电脑包含这两个 刚才我们说了这些VPS虚拟主机等等 其实本质就是这台电脑 所以他们也由这两部分组成操作系统和服务器资源 所以我们可以给VPS装不同的系统 配置不同的服务器资源 剩下的就是VPS和虚拟主机的区别 首先我们要知道VPS是怎么来的 一台物理机也就是独立服务器 通过虚拟技术 被分割成多个虚拟专用服务器 或者说虚拟独立服务器 其实就是VPS 然后每个VPS都有自己的服务器资源 独立的IP处理机内存磁盘空间等等 有非常大的自主权 但虚拟主机不一样 它是共用一份服务器资源 可以说是多个用户来共用一份VPS资源 甚至如果是共享型虚拟主机 连IP都是共享的 可以看一下阿里云 阿里云将虚拟主机分为两种 共享型虚拟主机和独享型虚拟主机 它们两者的区别其实就是IP的不同 共享型的是共享IP 独享型的是独立的IP 看着两者的对比 不管是稳定性还是安全速度 以及SEO 独享型虚拟主机都比共享型虚拟主机 要好 当然价格也更贵 所以比独享型虚拟主机更加拥有自主权的VPS 当然它的各方面更加碾压虚拟主机 毕竟虚拟主机是多个用户共享一份服务器资源 而VPS是独享一份服务器资源 当然这就导致VPS的价格比虚拟主机价格要贵一些 最后关于虚拟主机的一点个人看法 其实我是不太推荐使用虚拟主机的 首先虚拟主机本身的限制就很多 没有VPS灵活 然后共享型虚拟主机射个坑 大家千万别买 至于独享型虚拟主机 它的价格其实很贵的 这样那还不如直接购买VPS 至于VPS的购买 首先当然推荐国外的VPS 如果你一定要在国内的服务商购买VPS 比如阿里云等讯云等等 推荐看一下我的这一篇博客 多花几百块 购买云服务器一定要跳的坑 阿里云和等讯云的选择 这是我在国内购买服务器的一点经验 等会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的 如果对你有用 记得订阅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老郭众树 好的拜拜 这里分享一下我的个人博客 老郭众树 这是我的大本营 内容更加丰富 编程笔记 建站和当站长的分享 从小白开始做视频的过程 赚钱案例 等等这些 给你略物 在哪方面 在这里 赚钱案例 还有一筒 他的 被引力 看男人 感力 就是